工人的歌声能够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把新春的祝福送到每一位华人的心里 好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呢 是公认的世界杂技第一大国 它凝聚了3600多年的历史 可谓是千锤百炼千桃万路 我们常说杂技呢是身体极限美的艺术 因为它每一次飞跃都惊心动魄 每一个动作都扣人心弦 那今天我们非常的幸运 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内杂技界天花板级的演员李振宇 那么李振宇呢 他曾经获得过法国总统奖和中国金举奖 2012年的时候 他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可以说每次观看他的表演 总让我们感受到利于美交织的别样震撼 是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墨尔本的舞台上 看到我们中国的杂技表演 那我们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紧张而充满期待地迎接 向云端的杂技表演 一同感受这场高潮叠起的艺术之旅 现在我们赶紧欢迎认识的表演 的《Soaring to the Clouds》 欢迎 有请 《Soaring to the Cloud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